第一个口号我们要喊党团协商大黑箱 人民异议全不见 第一个党团协商大黑箱 党团协商大黑箱 人民异议全不见 人民异议全不见 党团协商大黑箱 党团协商大黑箱 人民异议全不见 人民异议全不见 那第二个就如各位记者手上所拿到这个会议记录 其实很多的居民包括任德区的居民 今天也跑来要反对这个东尼 在会议记录也记得非常清楚 那在接下来的 不管是这个 接下来东区跟北区的这个都委会 我们也希望都委能够采纳民意 然后希望政府能够让南铁岸悬埃勒马 所以都委会采纳民意 南铁岸悬埃勒马 都委会采纳民意 都委会采纳民意 南铁岸悬埃勒马 南铁岸悬埃勒马 都委会采纳民意 都委会采纳民意 南铁岸悬埃勒马 南铁岸悬埃勒马 那第三个 刚刚有提了这个 其实事实上是有居民 在反对这个东尼的 那在这个赖清德 现在市政府所展开的 这个逐步拜访中 在拜访的每一个居民 都说其他居民通通同意了 那事实上 居民团结起来 在自救会的成果中 也不是这么样一回事的 那我们希望能够停止 这样子 以分境合集的方式 然后甚至是在资源 跟权力不对等的方式 进行这个逐步拜访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 开启一个听证会的程序 来解决这个问题 唯有这个人民跟政府 有同样的权利 坐在听证会里面 来表达意见 才是有对等的制衡权利 而不是由市政府 带着大批官员去 单独的拜访 甚至选择性的拜访 来有的意义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停止主户拜访 开启听证程序 停止主户拜访 停止主户拜访 开启听证程序 开启听证程序 停止主户拜访 开启听证程序 开启听证程序 好谢谢 那我们现在请这个几位 声援团体的先先来 啊